在四年前,美国说要注资马达西奇,伯古斯拉耶夫从来没有相信过,泽连斯基也从来没相信过,都知道美国是骗人的,只是没有人会在乎乌克兰的死活。 至此,一代航天神话马达西奇被乌克兰,被他们的总统泽连斯基彻底终结。 安225运输飞机所创造的神话彻底成为了过去,乌克兰亲手干掉了自己的民族科技之光。 关注土豆,今天就和大家聊聊马达西奇的崩溃,乌克兰的最终命运,也欢迎将您的高剑打在公屏上,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长按点赞,我们接着看。 陪我的国一起密习 安225,全球最强悍的超大型军用运输飞机。 它的驿展达到了88.4米,机身长度84米,其他的飞机在它面前犹如孩童。 它的最大起飞重量640吨,货舱最大载重250吨,可以搭载苏联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 它是一个真正的空中巨无霸,运载能力毫无悬念地领先全球。 号称最先进的美国C5运输机,最大起飞重量仅仅为379吨,大约只有它的一半。 2001年9月11日,安225运载5辆T64主战坦克从安东诺夫飞机制造厂起飞,随后完成爬升至10,570米高空,并创造了飞行速度达到763公里每小时的壮举。 自诞生之时,安225就在载重量和起飞重量等方面不断自我刷新并创造新的世界记录。 前后总计有250多项多项世界记录一直以来未被打破。 这项航天神话与荣誉属于乌克兰。 能制造如此强大的运输飞机,是因为乌克兰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航空动力系统研发公司马达西奇,也被称为苏联航空工业的心脏。 马达西奇公司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成立了。 近今有超过100年的历史,是享誉世界的发动机生产商,也是世界最大的航空发动机生产商之一。 在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和涡轴发动机上拥有巨大影响力。 马达西奇具备完整的设计、研发与制造能力,所生产制造的航天发动机销售到全球90多个国家。 推力大、油耗低、噪音小、寿命长、可靠性高、适应性好、极限工作能力很强。 尤其是发动机大修时间间隔长,操作维护简单,成本低。 在业界没有马达西奇研发不出来的发动机,最关键的是稳定性强,几乎没有出现过发动机故障,这对航天工业至关重要。 可以说马达西奇是乌克兰的科技之光。 如果说马达西奇有不足,那就是它原属于苏联军工体系的一部分,并不能完全自给自足。 在苏联解体后,大约有30%的零部件依然需要由俄罗斯供应。 但在乌克兰独立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都保持了正常的贸易来往。 马达西奇可以顺畅地获得俄罗斯的工业零部件,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在20年的时间里,马达西奇的航空发动机销售到全球90多个国家,为乌克兰创造了巨大的外汇收入。 在其中,它有两个大客户,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 中国的航天工业发展迅速,但毕竟起步较晚。 加上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很多航空发动机的大单都下给了马达西奇。 比如,我们产量最大的L15教练机,就全部采用的是它的产品。 马达西奇的技术与中国的需求恰好对接,双方长期都是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合作伙伴。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马达西奇会正常地发展下去。 可到2014年,美国在乌克兰策动颜色革命。 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赶跑后,乌克兰的寡头巧克力大王波罗申科上台,随后全面导向美西方集团,颁发命令禁止向俄罗斯出口航天产品。 作为反击,俄罗斯随即也下达了对乌克兰的核心零部件禁售令。 普京说,你不给我卖发动机,我难道还给你提供发动机的零件?那我不是傻吗? 贸易禁令下达后,马达西奇的总裁伯古拉耶夫一脸懵逼,因为这相当于乌克兰送自己最强大的企业去死。 不仅让马达西奇丢失了近50%的订单,而且有近30%的关键零部件无法从俄罗斯进口。 如果这样的话,马达西奇根本做不出发动机来。 伯古斯拉耶夫向乌克兰政府进行了申诉,表达强烈不满。 对马达西奇的申诉,波罗申科与泽连斯基等乌克兰历届总统表示非常不理解。 你做不出发动机就做不出来,和乌克兰有什么关系?总之,我们不能向俄罗斯销售产品。 于是,仅仅一年时间,2016年时,马达西奇的销售额下降了95%以上。 这个曾经全球最强大的航空发动机公司总产值在业界比重猛降到不足0.1%。 乌克兰的整个航天航空工业即将灰飞烟灭,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 在2016年,与马达西奇配套的公司上游的乌克兰安东诺夫设计局飞机的首席设计师科瓦斯基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大冬天在基辅街头靠捣换货币补贴家用,因为50美分而产生分歧,被人打得鼻青脸肿。 这名优秀的设计师在安东诺夫设计局工作了40年,是全球不可多得的人才,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让人不胜唏嘘。 在这关键时刻,中国的天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向乌克兰伸出了援手,愿意投入45亿美元的巨资收购马达西奇56%的股份。 这是马达西奇最后的救命稻草,能够帮助他完善供应链,全面提升研发与制造能力。 波古斯拉耶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表示会把最先进的D18T发动机的设计专利卖给天航公司,以填补目前的巨额亏损。 按照天航公司原来的设定,马达西奇会有一部分产业链与中国合作,因此投入了约300亿人民币的巨资,在重庆修建了研发中心,为后期的发展进行了准备。 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乌克兰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可就在合作即将促成的时候,2018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对这项合作提出了异议。 他表示,如果这一合作达成,中国的航发技术就会得到更充分更快的发展,这对美国将是一个威胁。 于是特朗普一声令下禁止乌克兰与中国在航天工业上进行合作。 收到美国的指令后,乌克兰政府马上行动了起来,表示中国对马达西奇的股权收购无效,并借口此项合作威胁到乌克兰的国家安全。 泽连斯基甚至颁发了对中国公司的相关制裁命令,添交航空动力的相关工作人员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不得进入乌克兰。 马达西奇最后的希望落空,再次进入了破产的边缘。 对此,特朗普表示,美国方面很快就会有投资公司对马达西奇进行注资,盘活这家曾经最强大的发动机制造公司。 但四年过去了,美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做出回应,甚至看都没人去看。 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想投资马达西奇,但被美国拒绝。 一方面,美国根本没有任何企业表达出一丝一毫的意愿,对马达西奇有兴趣。 而泽连斯基根本不在乎,你马达西奇死就死了,不关我的事,我就听美国爸爸的命令就可以了。 面对乌克兰的背信弃义,2020年12月,天交航空动力发布消息称,在多次善意协商以及试图沟通均告失败的情况下, 其准备向乌克兰政府提起国际投资争议仲裁,索赔35亿美元。 乌克兰政府对此毫不在意,在2022年宣布不久的将来会把马达西奇公司国有化,拒绝被外国资本收购。 其实这个时候,马达西奇已经离死不远了,而马达西奇之所以还没真正死, 是因为这两年的时间与中国企业签署了价值50多亿人民币的合同, 用于制造400台涡扇AI-322发动机的生产,其将会适配于中国的L-15高轿机等重要机型。 这是马达西奇能拿到的最后的订单, 这些机型是中国空军培养第四代和第五代战斗机的专用教练机, 对我国未来增强先进战斗机的实力会有极大的帮助。 但是到了2022年10月,马达西奇真的要死了。 总裁伯古斯拉耶夫突然被乌克兰政府逮捕, 罪名是通敌叛国为俄罗斯军队非法供应军用物资。 因为被乌克兰击毁的俄罗斯战机中, 在残骸中发现有一些航空发动机由马达西奇制造, 通敌卖国,铁证如山。 如果不出所料, 伯古斯拉耶夫要把牢底坐穿。 而且,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伯古斯拉耶夫从未迎合泽连斯基对俄罗斯进行谴责, 乌克兰政府早就不满了。 伯古斯拉耶夫是不是无奸呢? 就看你怎么看了。 在俄乌冲突中, 马达西奇的生产车间数次被俄罗斯导弹袭击, 罪名是为乌克兰提供军用物资与航空设备。 同时, 现在伯古斯拉耶夫被逮捕, 罪名是为俄罗斯提供军用物资与航空设备。 对于马达西奇来说, 不与俄罗斯合作, 就拿不到供应链的零部件, 无法生产发动机, 公司就要濒临瓦解。 与俄罗斯合作就是通敌卖国。 伯古斯拉耶夫说, 你横竖都是要我死啊。 出路不是没有, 就是与中国合作, 重新投入研发, 完善自己的供应链, 甚至重塑航天工业的神话。 但是被泽连斯基拒绝了。 马达西奇说, 你倒是给我一条活路啊。 泽连斯基说, 你死不死, 管我屁事, 反正我就听美国爸爸的。 其实, 在四年前, 美国说要注资马达西奇, 伯古斯拉耶夫从来就没相信过, 泽连斯基也从来没相信过, 都知道美国是骗人的, 只是没有人会在乎乌克兰的死活。 至此, 一代航天神话, 马达西奇被乌克兰, 被他们的总统泽连斯基彻底终结。 N-225运输飞机所创造的神话, 彻底成为了过去, 乌克兰亲手干掉了自己的民族科技之光。 看到这一幕, 我不禁感慨万千。 1996年, 乌克兰独立, 成立之日起, 乌克兰就是真正的, 毫无质疑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乌克兰继承了苏联丰厚的遗产, 不仅拿到了1272枚洲际导弹核弹头, 2500枚战术核武器, 170个核弹发射井, 还有多达3594架军工企业, 生产门类涵盖火箭, 大型运输机, 军用舰艇, 装甲车辆, 航母, 导弹等海陆空各种装备, 占了苏联40%的军工产能。 乌克兰不仅是航天工业的领先, 是各领域全方位的领先。 只说造船, 黑海造船厂的研发和制造能力, 都全面超过了俄罗斯, 因为苏联的核潜艇和90%的舰艇, 都是乌克兰制造的。 当时乌克兰有三艘航母, 瓦梁格号, 库兹涅佐夫号, 还有正在建设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 其中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 是当时苏联海军第一艘超级航空母舰, 也是核动力航母。 要知道, 我们一直到20多年后, 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 才开始服役。 可见乌克兰的研发制造能力, 比当时的中国要强大多少。 但是我们都知道, 乌克兰成立之后就自费武功, 拆了核弹, 卖了航母, 解散了军工厂, 填了发射井, 寡头们忙着挣钱。 对于乌克兰前总统尤贤科来说, 他是倒卖能源的。 对于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来说, 他是食品工业的寡头, 卖巧克力的。 对于乌克兰现任总统泽连斯基来说, 他是拿美国援助吃回扣的。 所以, 乌克兰的军工能不能活下来,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在美国的所谓价值观下, 乌克兰永远不会有一个总统敢于说, 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而是乌克兰死不死, 关我屁事。 曾经的全球第三军事强国, 让我们叹息的最豪横的舰队造船厂, 让世界膜拜的最大航天航空设计中心, 还有几百枚核弹, 上千枚导弹, 终于彻底灰飞烟灭, 乌克兰干死了自己。 今天, 斯拉夫人兄弟相残, 为了美国的利益, 不惜拼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很多人说, 乌克兰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维护核武, 维护自己的舰队, 维护自己的空军成本太高了, 所以要先发展经济啊。 对此, 我不禁想起陈毅元帅的一句话, 当掉裤子也要造出原子弹。 曾经长期被列强胁迫与欺凌的我们, 曾经以农业国对抗强大的工业国, 我们的战士在最绝望的时刻, 肉身绑腹手榴弹去炸敌人的坦克, 用身体去做支架去炸敌人的碉堡。 只有中国人最清楚地知道工业化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基础。 所以中国宁愿吃不饱饭, 也要发展核武器, 最终从农业国发展为了工业国。 乌克兰为了吃饱饭, 废掉了自己的核武器, 从工业国退步到了农业国。 时间到了今天, 现实告诉了我们谁才是正确的。 到了今天, 乌克兰或许相信美国会保护他们的。 经历了百年屈辱的中国, 比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懂得 没有强大的军事, 所有的一切繁荣, 不过是净花水月。 今天, 如果没有我们的北斗、 东风和航母, 可能美西方集团早就和1900年一样 组织八国联军上门抢劫来了。 可乌克兰相信美国会保护他们的。 曾经在60年前, 赫鲁晓夫诧异地问毛主席, 放心吧, 我们会保护中国的, 和我们一起组织联合舰队吧。 毛主席置地有声地回答道, 英国人, 日本人, 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 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很久, 被我们赶走了。 赫鲁晓夫同志, 最后再说一次, 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 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赫鲁晓夫无比的震惊, 他给出中国的条件, 给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天大的便宜, 所有技术、资金、设备的无偿援助, 任何一项技术, 尤其是核技术, 都可以让其他国家垂涎三尺。 东欧这些国家虽然匍匐在苏联的脚下, 但是苏联根本就不会给他们这么好的条件, 但是中国居然拒绝了它。 赫鲁晓夫脸红着抱怨, 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相互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麻烦, 可我们竟连这样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 我们出钱出技术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 这个电台属于谁无关紧要, 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 我们的舰队也需要一个停泊加油的地方, 我们的主要基地。 毛泽东主席拍案而起, 站了起来说出了一个优秀民族的最强音, 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提, 你给我翻译翻译到底什么叫联合舰队, 什么叫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灰溜溜地离开了中国, 也许他听懂了毛主席的话, 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成为霸主的棋子, 但中国注定只能有一种命运, 就是成为世界的棋手。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不迷路, 精彩内容下期继续。